OBDR故障代码技术说明O2传感器电路未检测到活动 组一传感器3是什么意思 该代码是通用动力总成代码 它被认为是通用的 因为它适用于所有品牌和型号的车辆 1996年以后 尽管具体的维修步骤可能会因型号而略有不同 催化转化器用于控制排放 排2位置3上的O2氧气传感器位于转炉后部 并监控催化剂效率 PCM动力总成控制模块 通过将后置式O2传感器与前置式O2传感器进行比较来实现此目的 O2传感器是四线传感器 PCM为传感器提供大约半伏的参考电压 还为加热元件提供传感器接地和12伏的电压 第四根线是加热元件的接地线 传感器中的加热器帮助传感器更快地预热 从而使发动机更快地达到闭环 传感器根据排气中的氧气含量改变提供的参考电压 氧气传感器能够在0.1伏至0.9伏之间变化 稀薄的排气产生低压 并导致提供的0.45伏特下降 农排气产生高压 并使提供的0.45电压增加 预催化剂氧气传感器 可在低压和高压之间快速切换 但是后置氏O2传感器的开关速度可能会慢得多 并且变化不会太大 这是正常现象 如果传感器没有响应 或者在给定的时间内开关太少 则可以设置P0166 组二是发动机的不包含Number一气缸的一侧 症状P0166DTC的症状可能包括 5月Mail故障指示灯 可能怠速或驱动不良燃油 经济性可能降低原因 可能的P0166代码的原因包括 电池组二坏 位置3O2传感器接线问题 限速融化 损坏错误的PCM可能的解决方法 一启动发动机 使其达到工作温度 使用扫描工具 观察Bank2位置3O2传感器 如果它不在0.1到0.9V之间移动 则将发动机RPM提高到快速怠速 然后重新检查传感器电压读数 如果现在开始切换 则传感器可能会变慢合 或间歇性地进入休眠状态 此时更换传感器将是一个好主意 目视检查O2传感器是否被污染等等 如果您怀疑它被冷却液或机油污染 请更换它 一个 但是如果在增加发动机转速后仍然无法响应 请关闭发动机并拔下3分之1O2传感器的插头 在KOEO发动机钥匙关闭下 检查电池电压和氧气传感器加热器元件是否接地 如果加热元件没有电池电压 则可能导致O2传感器休眠 并且开关不正确 这可能导致P0166 因此请首先诊断该问题 通常会出现其他代码 B如果加热元件通电且接地 请检查传感器接地 如果是请在传感器地线和信号线之间连接跳线 现在三分之一O2传感器读数应该很低 如果是这样 请更换Bank2位置3O2传感器 C如果在连接跳线之后 O2传感器的读数仍然保持阻塞 则检查是否存在接线问题 线数是否接触排气部件或连接器是否损坏 B要时进行维修 然后重新检查 D如果没有发现接线问题 并且在安装跳线后扫描工具上的O2传感器读数没有变化 请重新检查PCM连接器 如果仍然没有变化 则PCM可能有故障 CM连接器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